星期末,官司司長不只是沒有休息,而且也很忙 共同參加中部市官司的共產業 討論將臺灣未來的觀光發展 尤其是站對國際觀光市長 台中市長林家梁是拿出的畫法 國際觀光客能夠陰放進來 才能夠根本的帶動更大的火水 正對交通的部分 中華官長在民國也拿出了四館市的觀光納島 希望透過電動國鐵站的交通網路 到五館市做連接 對著主要欠貨的南道館來說 可以說是真有幫助 我們希望把田中高鐵山 將來能夠成為我們藍駝觀光 大線進出的名門門路 那也是我們南山化觀光旅遊進出的 一些這個門戶 我們四縣市其實摒棄然力 會把整個人民的股質為第一優先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秉出本威主義能夠大家一起來共好 為我們所有的業務來大家一起好 中華台中市長林家梁也表示 希望未來可以透過國管市的合作 由台中市政府來做幾位 這會進行觀光選團和行銷 一清廢外做一些行銷 這個我覺得台中市政府可以來做一個平台 那我們目前台中市也在整合 那頻道要固定 在20頻道 未來如果能朝著中國地區 整體宣傳的話 應該可以讓國地來的遊客 有所選擇 甚至於就他們的手勢 去規劃我們的一些理由 共識營的最好一個階段 由中華館長來做地區 他們也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中華館長有更好的合作 和上幫助 創造更大的好業 我們這樣的一個治理平台 最主要就是要合作 跨越的合作 不是只有治理合作 那我們資源能夠共享 條件能夠互補 帶動我們從台灣 這樣的一個起飛 一定要把最好的呈現給這些旅客 所以我們想說這是一個城市改造的策略 也是區域聯合治理最好的一個議題 那麼對我們中商投票市縣市來講 都可以從觀光合作 大家能夠創造多盈 危機兩天的共識 各官市政府主管 作為參加了八處的專頁報告 若是犧牲到家旗 也創下了全台灣 在家有那麼多萬市合作 作為進行這款活動 記者節目上午報導